P哥最终成团的结果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是有些不能理解到 毕竟在未成团的哥哥中 胡海权 李向 尹正 李朱贤和林晓峰的势力都非常强劲 并不比已经成团的哥哥差 但无奈无为哥哥的个人喜爱度排名都在末尾 按照节目规则只能是遗憾之不了 其实从最终成团的哥哥名单来看 陈小春 张进 李承轩 张志玲等人都是无庸置疑的实力派和高人气嘉宾 他们从登上这档节目开始就已经注定的是这样的结果 对于淘汰的无为哥哥来说 则是从一开始就有着不确定性 论实力 无为哥哥的确是不应该被淘汰的 但实际上最终被淘汰对于哥哥们来说也是公平的 毕竟从突破自我的角度来看 几位哥哥的表现的确是有些差强人意 三位说唱歌手成团 舞蹈王子却被淘汰 从批哥这档节目邀请的嘉宾就能看得出来 涵盖了各个领域 比如说唱歌手就邀请了五位 但是最终成团的是盖 热狗和欧阳靖 被淘汰的是刘聪和布瑞吉 原本很多观众都认为盖无缘最终的成团 但他还是挺到了最后 而舞蹈领域两位高手级的嘉宾就是李翔和刘佳 最终只留下了刘佳 淘汰了李翔 很多观众自然都是深感遗憾的 毕竟对比三位说唱歌手来看 把李翔留在舞台上显然更有力 从李翔往期的表现来看 最终被淘汰的确有些说不过去 尤其是在舞宫舞台上 他在高空挑战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更是让观众眼前一亮 甚至直接助力无所求必满载而归这首歌拿下了胜举 而进入张进战队之后 李翔每一次也都能够交出完美的舞台 怎么看都不该被淘汰 但实际上李翔最终没能够成团 对他来说并不冤枉 首先就是人气上的欠缺 虽然李翔一直以来都认真完成每一个舞台 但实际上他的表现中规中矩 并没有特别的记忆点 论舞蹈 刘佳也同样是实力派舞者 但刘佳的性格更为讨喜 无论是虚心求教 与哥哥们友好相处 或是最后暴露本性拆家 刘佳再有实力之余 还有好人员 相比之下 李翔反倒是一个性子更直的人 比如一开始与林志炫发生争执时 李翔就选择据理力争 林志炫也同样是有话直说 所以两人难免会起冲突 但这件事情对李翔的直接影响是 她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 但不见得一定是正面的 这就使得后续林志炫人气回声 观众能够理解她的行为时 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李翔的印象变差 李翔输在了她自己的性格上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 她对自己的突破不足 但在舒适区的李翔 比不过次次突破自我的刘佳 从最开始 李翔与林志炫发生冲突时 李翔和刘佳的想法是一致的 他们来到P哥的舞台上 就是希望能够突破自我 因此在林志炫提出 大家各司其职的想法时 李翔会站出来反对 但实际上 从P哥这档节目来看 李翔对自己的突破究竟有多少呢 她的目的究竟是突破 还是展现自我 在最终成团业的舞台上 李翔尝试的唱跳 真正有男团的味道了 但实际上 每一位哥哥在这个舞台上 都有过唱跳的尝试 只不过李翔本身存在感觉不强 她的唱跳 甚至在观众看来都不算突破 武功舞台时 林志炫尝试Rap 赵文卓尝试摇滚 而在之前的舞台上 赵文卓也尝试过Rap 这在观众看来 就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 但李翔自从加入 张晋战队之后 几乎每一次的舞台 都是将唱跳融合在一起 没有突破不突破之说 然而相比起 待在舒适区的理想 刘佳的突破 却是每一次 都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 比如在最终总决赛的舞台上 刘佳身穿 赵文称衣上场 明明不是说唱歌手 但他的Rap 却是极为格格中最亮眼的 即便是由李承炫 这位低音炮 刘佳的风头 依然没有被抢走 而从跳舞的角度来看 在达拉蹦跋的舞台上 刘佳仅用一支舞蹈 成功吸引观众 但这却是他在台上 为数不多展示 自己专业的时候 这就与理想有了明显的区别 观众的直观感受 也是同为舞者 刘佳每一次都在尝试突破 但理想却是在做 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事 虽然理想被淘汰有些遗憾 他的唱跳水准 甚至不比一些 已经成团的哥哥差 但是对比刘佳 理想的人气不足 突破不足 淘汰也不冤